家人们 今天天晴了和小慧来到我们周治这边 迷雾桃发货仓库去看一下 马上临近中秋节了 这两天仓库里面也挺忙的 今年呢给大家拍了很多这个退销迷雾桃的宣传视频 今天让我再拍一个家人 应该也是今年最后一个退销迷雾桃宣传视频 好在我们两个的坚持努力下 我们今年的迷雾桃 截至现在也卖出去了7000多件了 有多少好朋友们买过咱们的迷雾桃 吃的还满意吗 总体来说咱们今年这最强迷雾桃 发出去了这个好评呀 反馈还是很不错的 今天我们过来参考了三件事 一个是趁着今天天晴 带班去 订了3万斤的迷雾桃果员 今天也全部采摘回来了 就担心后面几天下雨啊 万一采摘不出来 对 现在赶着没下雨 赶紧采 采到3万斤 让她的发个体验 再下一个桃了 下一个桃了 要提前备货 第二呢 有朋友问 现在发的这个退销迷雾桃跟她之前买的口感上有什么区别 有没有之前的好呢 二鬼给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水果嘛 它其实在树上长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它的口感呢 肯定是会越来越好的 包括咱们这个脆香迷雾桃也是一样的 是比之前的口感还有好一些的 第三点呢 就是有很多朋友也跟我说过说 脆香迷雾桃结束之前一定要给大家去通知一下 我们计划的就是说 把今天采摘回来的这个3万斤迷雾桃 发完了 我们这边的脆香迷雾桃今年就结束了 至于是三天发完 还是五天发完 这个也说不准了 所以说咱们的脆香迷雾桃也就给大家发最后几天了 后面的话 我们可能就转趋香了啊 朋友 大宝 看来看 已经进周秋了 咱们脆香迷雾桃的礼盒装出货量也很大 对 所以他全部都是礼盒装的 这一下可能打包了有个五六百件礼盒吧 都在这堆的可能不止五六百件 打开看一下 今天打包好的 待会快离车来就发出去了啊 这个外面还有一个手提盒的份吗 这是拿脆香迷雾桃的礼盒 迷雾桃的迷香也是有勺子啊 有检测报告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电板 里面是 这一箱是20的大锅 小慧来试吃一下 给大家再宣传宣传口感 好 刚才你吃了 我也吃一个 我本来就爱吃迷雾桃 这么好吃的脆香迷雾桃 今年就快吃不到了 感觉时间好快呀 怎么又快没了 依然是那么的香甜多汁啊 香甜多汁 口感很浓郁 咱们这次回家也给家里多带一点回去吧 朋友们 你们如果买了我们的脆香迷雾桃 觉得好吃 也可以再尝一尝哟 哦